你们看一下 真的好像呀这种感觉 12月7号早晨的7点钟 现在我准备出发前往着陨石的路上 因为昨天我们依然是一无所获 所以今天早早起来 看看这边着陨石的人还多不多 今天是找陨石的第四天 在周边没有看到有人在找陨石 但是在前面的山坡上 看见有两辆车停在那里 应该是找陨石的 不过我决定坚持自己的方法去找一下 这次我从那边折返 折返我们继续回到戴加沟附近去寻找 看看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哇哇哇哇 还得堵山羊了 就在这里找吧 看看啊 队伍又开始集合了 据这个大哥讲是在东北方向 拐子沟那边 是拐子沟是吧 上漂流河与下漂流河之间 应该在虚广高速的东边吧 虚广高速的东边是吧 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这是也是我们第一天来的地方 因为大家呢 一致感觉呢 这个误差不会太大 坐标也不会太大 这边呢就是虚广高速 啊 但是当地的第一个地方一个树市啊 谁也没听见是吧 八夜两点钟是吧 这又是不是软火堵了啊 都是山谷都是山的啊 都是在山谷里找的啊 没找到肯定是在人烟偏僻的地方是吧 人烟都烧 嗯哇哇哇这这这是不是这有上海的车 这不知道是不是来寻找的 下面这个树也都太厚 下漂流河 然后呢就是上漂流河 紧接着呢我们来看西拐子沟 而这片区域呢就是刚才老人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陨石坠落的位置 根据刚才那个老人所说的呢 我们先来这附近找一找啊 因为平时来找的话 基本上都是人们都是走马刚花的去找 那要找这个东西啊 必须细致 就像我昨天听他们那个 嗯 影视界的天花板讲啊 说是在云南上去找 这个不知道是真假啊 未经证实啊 说是一队人从这里经过 经过以后呢没有看到 有一队反过来的人反倒看到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并不代表啊 这个地方有人找过 那就一定找不到啊 而且这个 而且这个陨石啊 是有气印的 就是上面有一种黑色的气印 很明确 我今天拿了个手电筒啊 这个手电筒 这是一个鞋底子 也蛮像气印的 嗯 哪里有人说话呀 好像有人在找啊 这种东西 像这个呢 蛮像这个陨石的 因为感觉像是焚烧过的那种东西一样 或者是捡到像 昨天老人 上个视频我发的那个老人 找到的那个像玉石一样的东西 也蛮好的 这起码吧 自己还打了两个手朵 其实这种的玉石 就是蛮像玉石的这个东西 来这边还挺多的 我给大家看看啊 像这种的 这个好像是一种结晶体吧 但是这个挺像 十分的像啊 哇 这块石头蛮像陨石的 真的 这个 非常的像陨石啊 这个要是找到了 这就发财了 为什么呢 这个陨石它是 暗客卖的 这都是暗客手 这个会不会就是陨石呢 你们看一下啊 哇 哇哇哇 真的好像呀 这种感觉啊 这种黑色的表面 像不像气印呢 哇 但是肯定 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 陨石怎么可能 掉下来这么大一块呢 对不对 不太像 但是也蛮像的 说实话